Hello 大家好 整天有客人问我 咦 你们星期五休息 这么正的? 其实星期五是最忙的 今天就讲讲星期五去做些什么了 马上去片子看看吧 今天和我的小绵羊 一起来到将军澳的马油堂村 装三把风扇 一支Pandasonic 两支TYLating的自家产品 稍后给大家看片子 我现在关掉它了 我想试一下它现在有没有电 行了 OK的了 坏了的 这支是坏了的 OK 转头装新的 拆下来 旧的拆下来 旧的拆下来是这样的 看看标签 应该里面的主机坏了 对了 灯珠都瘀了 始终灯珠的质量差一点 旧的拆下来 先安装这支Pandasonic 这支是8621 即会转 转头这些就是TYLating的 会安装在房间里面的 全部的产品 我们都会全方位做了一次检测 包括了这个 漏电测试的遥控配对 运作接地事多符合要求 吊线的防堡机制 以及有电工去签名作实 这个就是客人的旧的风扇 现在我们把底码拆下来 为何要复杂一点 因为有时这些拉板是很难拆的 又要现场处理 所以有时这些才需要收回家费 旧的拆下来 底码 拉爆 这是旧的风扇 应该都是 那些 不适合的 热线有颜色时买入 不要紧要 换一把漂亮的Panasonic就可以了 这是客人的原本两支走廊灯 都想换的 待会我计算这条走廊的宽度和高度 做一个参考给客人 到时看看有哪些款适合它 长壁灯已经开了 现在试上操作 首先试灯 现在有记忆功能的 只要长壁的灯键 也不用转均 那上次是什么状态 今次是在什么状态 向上就会光一级 再光一级 再光一级 叮叮叮叮叮 dos 即是没有了 即是没有再光了 现在再暗 暗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就最暗了 想关灯 按一下 它会30秒之后才关注 建议下 再开 再打開 現在教它是最光 這個是自然光 開風扇 一開風扇 那道風鈴 這個就會轉 這個燈是沒有閃頻的 剛剛控到按起來 都是沒有閃頻的 對眼睛OK 聽到嘟嘟兩聲 是最大的了 低一級 再低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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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和風扇可以獨立開 按多一下 平時就繼續開著它 還有一個夜燈功能 夜蝦 這是最暗的夜燈 對 在夜燈狀態 你也可以調光 或者你想要夜燈 立即按一下就 夜燈 看看電視 或者夜蝦不想那麼光 就用這個方法 還有可以靜反吹 如果反吹的時候 就把這個按鈕披下來 有一個靜吹的按鈕 按它就可以了 好 先開一會兒 先開一會兒 看看有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 我們36個月保養 三年內 總之我們已經全包了 所以不要自己裝自己 拆自己改 什麼都在裡面 哈哈 好了 稍後再試另一樣 這個本來的舊燈 很久了 稍後拆了下來裝新的 絕是遲那時快 很快又裝了上去 不過這一刻 稍後再試操作給大家看 這一支裝上去 現在我試操作 還有方向 剛剛有人問我哪個方向 很漂亮 那我自己就用入屋 開門的角度 看下去 先調暗一點 調暗一點 調黃一點 那現在呢 這個看下去 一開門 就看到半邊木 還有那個白色 這樣就立體感強一點 之後 講一下這個產品 它本身是可以調光 看到腹腸 現在是黃光 可以調暗 都是沒有閃頻的 又調光 轉色溫 現在是黃光 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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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你自己喜歡哪個色溫 如果想快速轉色溫 這個有個K字 就會快速轉的了 有個夜燈功能 好 那我們試風扇 好 現在開門 現在是六速來的 這個可以轉的時候 選擇杜鋒輪動 或者是不動 現在動 這個就會 這個就會 這樣會轉 就可以吹得均勻 這個杜鋒輪是可以靜止 定在這裡的 之後 這個產品也可以reverse 和direct 現在是向下吹緊 向上吹 慢慢就會靜下來 轉頭就變了向上抽 就不用覺得吹得硬了 這邊不是有冷氣的 如果抽上去的風 就由旁邊壓下來 睡覺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有風 直接吹著人 不會覺得冷 但又做到一個circulation 這是向上抽 一樣可以用到風鈴 風速有六速 現在最大 如果晚上睡覺 一般不用用到六 用三 就可以了 三 我量度過分貝大約是48 不會覺得有吵的感覺 燈和風扇可以獨立開 現在先把燈關掉 燈 左上角 只關燈 晚上睡覺 有風吹著冷氣 引過來 就可以了 開燈 直接按開燈 喜歡光一點 調光一點 還有一個是無二自然風 按了之後 它就會快一下慢一下 快一下慢一下 功能也很多 按自己的需要 按照自己的需要 按照 先向下吹 下吹就是Forward 上吹就是Reverse 另外一支 房燈 都是在冷氣前方 也會安裝一支 TYLighting自家的 紅運墊 反而安裝起來 我們再拍 現在正在打拉爆 每一支垂直向下的產品 我们的安装团队都会打开 确保100%不会有下跌的风险 这些客人就不用担心了 是标配的工序 一定会做 所以我们才问客人是石屎水泥天花 还是假天花 因为石膏板和木板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那枝拆下来了 新这枝有树树瓷那是发放了 转头再试机 刚才三个产品 都是36个月三年的全方位保养 即是保养期内 人工零件 持牌电工上门保养 全部都包在内 如果假设保养期内有坏 有不着 就不要自己找人去改装拆 全部都在保养范围免费 这个次数是不限的 所以不要自己搞 OK 好 雪茄茄 又装起了 好了 转头示机 同事清场 我做了操作表录 OK 好了 操作完全一样 都是变频 是 色灯 开灯 转式浓 转动 变化 转动 转式浓 开风扇 开向下 开支 一时也不用? 不用一时 都装上风扇 极其量 半小时 develop 現在我年紀大了 我那時經常在片圖的客人說 我裝燈多過你吃飯 一天我們裝幾十支 這支都操作一樣的 高度差不多 一樣操作可以調光暗 可以轉息溫 有時候可以節省電 節省很多電 那時候真的不常開冷氣 那就可以只關燈開風扇 不怕 這支搖控它本身有得配的 萬一不見了 不過記得每半年換一次電芯 怕電池漏水 漏水呢 那你就會浪費錢買一個 正常不要閘聲 晚一點我們同事會把影片傳給你 到時怎樣操作呢 因為這個操作和剛才那間房間的操作一模一樣 到時兩邊看一樣 到時我撈亂了 真的嗎? 差一點點 可能是5CM左右 好 你不要用那些簡稱電芯 沒有所謂 但是記得每半年要換一次電芯 或者你檢查一下電芯有沒有漏水 你檢查它沒有漏水 就繼續用 因為很多的遙控都是給電芯 對 弄壞的 好 搞定 好 來 搞個高度 這個 天花到頂 是200 即是8吋 8吋 好 有時是視覺的 又可以 天花到頂 這個是7吋 是差1吋 少而已 1吋是20mm左右 對 跟我剛剛猜的一樣 好了 這支是一間房 這支是另外一間房 之後就去買個Panasonic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客人舊的那支 到時壞了就再換我們那支 對 現在他們都說要換 好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剛剛那條影片 就是其中一個星期五的 其中一樣工作 所以門市不休息真的不行 其實還有幾千條影片 等著去給大家看 因為始終我們都有12年的歷史 有很多實拍的影片 到時給大家慢慢參考 如果你對以上的影片裏面 有任何想了解更多 可以在評論區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WhatsApp 9205-331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